中文女星沈月有着甜美的外型 凭借出演 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流星花园等具有文明 基于她受邀登上节目 透露自己原本在大学 念的是广播电视编导 但某次拍摄时 模特的临时缺席 沈月只好提升上阵 因此受到星探的挖掘 意外踏入演艺圈 随后被问及在工作方面 是否感到焦虑感时 她则谈言经常会有这样的状况 尤其是从今年的新年开始 自己的事业就一直不顺利 也因为这样就开始 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 然后慢慢的变得焦虑 沈月接着表示 所有工作都停摆之后 自己也看开了不少 学习去接受一切的发生 所以她透露 自己转换了想法之后 抱着正面的心态面对一切 没想到所有的事情 反而逐渐好转 工作也变得非常顺利呢 凡费 别忘了 自己转换了 遇到最后 不够了 现在说 它被关掉了 其实它们一般变得 做一些心态面对